我可能唯一一个比较讨厌的 这两年的时尚风气 风潮 就不是说国内的时尚风潮 就整体的一个时尚风潮 就纯郁 我每次听到这两个字 我就恨不得框框撞大枪 我觉得性感不分高低贵贱 但是我们现在就会分 很多人眼里面会觉得 有那种很高贵的性感 有那种很低俗的性感 如果你仔细认真的去问他 什么是很高雅的性感 什么是很低俗的性感 你很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答案 就是有一些人会告诉你 高雅的性感那个类别里面 大家会认为你的性感 跟胸跟臀 跟你跟别人会容易觉得 你是性感那些东西 是不挂钩的 就是什么 高雅的性感是 你的眼神让别人觉得你很性感 你的气质让别人觉得你很性感 而低俗的性感就是鹿肉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求求你了 承认一下我的胸跟我的腿是性感的吧 就是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们就是性感的 我觉得就是你从眼神上也好 从气质上也好 从身材上也好 都是一样的性感 而唇欲呢 让我就是这个地方特别的不高兴 就因为我觉得唇欲就是在说 你可以性感 但是性感不可以跟你的身材挂钩 你要的是那种高雅的性感 但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也是不可取的 我意识到 我这几年可能越来越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它很有道理 或者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东西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 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地 从头想一想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我的天哪 这个东西真的好荒谬 然后这些荒谬的东西 有可能80%属于那种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然后正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大家都放弃了对它思考 大家都放弃了对它执着 大家就觉得就这样嘛 反正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可以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一定要时时刻刻有提醒我自己 这个东西它是荒谬的 你不要对它习以为常 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时时刻刻清醒地 在思考这些事情 你才有能力时时刻刻地对这些东西质疑它 或者就是也甚至不是说质疑它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 我觉得一个东西不对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因为我会发一些关于我原生家庭的视频 然后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我家庭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就会来我的私信里面说 你在你的视频里面这么说你的爸爸非常不好 就是你根本就不理解你的父亲 你的父亲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他只是骂你两句你怎么就能这样呢 然后我当时我觉得你为什么觉得他只是骂了我两句 就是觉得特别无力吧就很难受 后来就是甚至就我之前不是说吗 就我那个跟大家开玩笑吗 就我有一次做梦梦见我爸花600块钱包养了一小三 然后我在梦里面就就是那个跟他大喊大叫 就一定要让他把那600块钱还给我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人就是来私信里面 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时候 我甚至就当时好想回他一句说 你不会就是我爸600块钱包养了一小三吧 你看起来好像像是我爸顾的水军 就真的就是你比我还了解我的父亲 我就是那个小时候恨不得我爸妈赶紧离婚那种人 因为他们两个太别扭了 就是我的焦虑症其实稍微有点点遗传 我妈妈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需要靠吃安定 然后控制情绪 然后我爸呢是那种脾气非常非常暴躁的人 然后他会在冲动下做出很多可能不太好的事情来 我12岁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我爸妈吵完了架 然后我可能就是又受到了一些伤害 然后我就在屋子里面想就是如果要是我爸现在死了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后来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我可以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的伤害是没有办法被抵消的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处理好 对我原生家庭的一些负面评论 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伤害 依然是在我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前就已经就是给到我的 我初中的时候是那种 就是好我想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就会就是比如说跟一个人玩特别好 我就会记得他跟其他的人也玩得很好 然后我就会特别特别想有一个人就是也能 我就会经常跟别人说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然后但是呢就很少很少会有人跟我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然后我就记得我跟我那个就是其中一个三个半朋友 成一生那个直轨了我 就他一半学费的那个女孩 就他叫老张吧我管他叫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在N1U 然后可能玩了一两个月 然后有一次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我还有点拿捏着 你知道有点端着我就说这回我是绝对不会就是先陷入这段友情里的 然后呢我就就是跟他保持一种我觉得很健康的距离吧 然后后来呢就但是他人一直都很好 他对我也很好 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就是介绍我跟别的叫他以前的朋友认识的时候 他非常自然的就跟别人说这是我现在最好的朋友 菊尼娜 然后就是他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我就愣了一下 但是自那以后我就我特别感动 就是他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一刻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 但是那一刻完了之后我就一直都跟他就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也算是我没有看错人吧 我很害怕别人在背后说我 然后我的解决方式就是尽量 如果我发现你有会在背后说我坏话的那个苗头 我就切断跟你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朋友非常的少 我就是觉得就是有几个就可以了 一旦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圈子 大家会互相说第三个人的坏话了 我就觉得好吓人不要了吧 毕业完了之后呢 就这个专业就属于你找工作吧 也不是特别好找 然后你身严呢 也不是很好转 然后所以当时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学好 然后恋爱也没有谈好 然后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是一个废物 然后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那个时候就整个人都已经崩溃了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连续接触了一连串的打击吧 然后可能最严重的就是我妈得癌 我记得最深的一次 我都忘了是什么事情了 但就是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 然后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异语想死 然后就坐在房间里面开始写遗书 然后就写着写着吧 就是因为写遗书你要分配很多东西嘛 然后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牌子 我之前也做过那个牌子的专题叫Are you and I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特别讨厌那个牌子的衣服 就只有我喜欢 然后我就看着我那一排衣服就想 如果我要是死了 我得把你们留给谁呀 想半天不知道应该留给谁 我就一边熬 我就抱着衣服在地上熬熬大哭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那个引数就没有列下去 然后所以我到现在都觉得 就是那个衣服从一定程度上救了我一命 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后来我 就是当穿搭博主就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寄托吧 在衣服上面 就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穿搭是一个跟很多东西都非常挂钩的一个类别 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主流上面的观点我不赞同 然后我想把我自己觉得对的东西告诉大家 然后所以就在那样的一个契机下 当时在家嘛 就是当时相当于是已经毕业了 但还没有回国 那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就每天在家里面就觉得我得给我自己找点事干 然后拍视频是唯一一个在家里面立马就可以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就每天都在拍 那个时候一下拍了很多很多 然后就一点点发了 我五万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视频不需要字幕 就是你们听懂就算了吧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到了十万粉以上我就觉得不加字幕不太好意思了 然后就会开始加字幕 然后二三十万粉的时候就会觉得 如果要是每一次就说不出十个笑话的话 就觉得自己说的不好 然后就那个就是付出的精力在足备增加 就有点像那种你被架上去了下不来了 然后所以就是不管全不全职做 其实我付出的精力都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同等的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想要输出的东西 跟自己还能有点商业价值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就是我得说我自己想说的话 但是同时呢我也得保证我的账号还能掐到饭 因为进入到了这个市场里面去 它就变得怎么说就感觉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我表达的东西也不是我自己想要说的 但是后来就觉得吧 就是你想表达实 最后你就是在经历了一番权衡之后 你只表达出来了五 但是你依然表达出来了五 如果你放弃这件事情 你就连五都没有了 而那个五也是有意义的 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大家好 我是梁子 有个惊喜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新书上市了 依然热爱生活 我们精选了这一年多来 二十多位受访者的人生 无论你在生活中遭遇怎样的风雨 希望你依然热爱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